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是很难选择的 因为在一个女人身上 美貌和智慧似乎是不能并存的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能及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女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凤毛连角 例如宋美龄 宋庆龄 何湘明等等 郭艺青就是一个及美貌 权力 荣誉于一身的女人 说起郭艺青 一般人不是很熟悉 但是提起她的丈夫承贤 相必是家喻户晓了 承贤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承贤在1920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中 就官知陆军次长 在国民革命军中 论子力 承贤是远远高于蒋介石的 承贤和蒋介石不合 后来蒋介石上位后 承贤遭到了打压 三起三落 可谓一生坎坷 毛主席评价承贤 宋庆搞了几十年 及其几落 始终没有被打倒 不简单 1949年9月21日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在怀仁堂 古龙中开幕会上 承贤当选为政席委员 不久 承贤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湖南主席 1952年秋天 毛泽东特意邀请到北京开会的承贤来家里吃饭 饭后两人边说边聊 来到了中南海边 毛泽东对承贤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扶树苗 扶荣小殿出国心的赞誉 今日置身期间 不知宋公有何感受 承贤点头笑着说 名不虚传 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啊 那天毛泽东看到湖边博这一条小船 便提议说 我们划划船吧 说着登上了国在岸边的小木船 两人在船上坐稳后 毛泽东操起甲 要亲自为城前划船 城前盲说 使不得 使不得 你是国家主席 又年纪花甲 怎能让你为我当甲 哪里 哪里 你是国民党元老 代国高级将领 又是我的老上级 家乡人 还分什么彼此 何况你是古兮之孽 总不能让你划奖啊 还是刻随处便吧 说着 毛泽东操起奖 划起来 小船向湖心驶去 城前的事业生涯经历了三起三落 感情生活也是波折不断 城前一生共有四位妻子 前三位都不姓病逝 1936年 城前已经是54岁高龄了 在那个时代 54岁已经算是老头了 此年郭艺青年仅17岁 郭艺青比城前足足小了37岁 他与城前结婚时 城前是一个年尽花甲的老头 城前与前三位老婆都没有孩子 他第四次结婚 已经是54岁了 还能生孩子吗 郭艺青与城前结婚后 怀孕16次 但因郭艺青身体不好 只活了六个女儿 分别为 城西 城余 城文 城新 城丹 城裕 郭艺青与城前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 到1968年城前去世 郭艺青与城前共同生活了三两年 从没有大吵大闹 二人相处得非常好 郭艺青性格开朗 喜欢说话 而城前性格内向 平时沉默寡言 所以两人的性格是互补的 郭艺青与城前的婚姻生活虽然平淡如水 但是也是很多人羡慕不来的 1968年 城前在北京病史 享年86岁 1996年 郭艺青去世 享年77岁 城前和郭艺青去世后 都得到了政府的重点关注 古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城前去世 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城家悼念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